苏联用医毁了林彪一世前程 林彪第一次去苏联智商期间 洗过含流量很高的温泉 使他的毛孔张开 不能迅速闭合 非常容易感冒 后又因使用阿托品不当造成后遗症 致使神经方面的症状越来越多 林彪对苏联专家非常不满意 甚至骂他们 他能破口大骂苏联医生 肯定是忍无可忍了 虽然林彪的枪伤恢复得相当不错 但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后遗症 1937年9月25日 平行官大劫后 林彪在率部转移途中身负重伤 被送回延安 住在二世礼铺的八路军总医院 每天都有军政要人来看他 延安个机关学校也派人来慰问 毛泽东骑马三十里 专门去看林彪 祝其安心养伤 朱德 张文天等中央领导人 也多次到医院看望 林彪的堂兄张浩 吉林玉英 时任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一二九十政委 每隔一两天就来一次 魏力皇 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 去中条山路过延安时 也专门来看望林彪 车到半路 魏力皇忽然想起 没带慰问品 于是马上停车 让随从凑钱 口袋翻遍 才凑了六百元 按国民党军的习惯 一个师长受伤 起码要送数千元的礼 这点钱哪里拿得出手 魏力皇只好两手空空去见林彪 觉得很不好意思 秘书说 给八路军点弹药 比送几千元钱强得多 于是 魏力皇到西安的第二天 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兼前敌总指挥的身份 批准拨给八路军 步枪子弹一百万发 手榴弹二十五万枚 以及牛肉罐头一百八十箱 依仗着年轻 林彪的伤势有所好转 毛泽东仍要林彪担任 抗大校长 1938年5月初 林彪到任 5月2日 林彪在抗大做 抗大的教育方针的讲演 毛泽东为他的讲演 记录稿做了修改 将我们要无条件的进攻 有条件的防御一具 改为我们作战 要以进攻为主 防守为服 当晚 毛泽东写信给林彪 指出无条件的进攻 一语不妥 进攻也是有条件的 但进攻是主要的 基本的 忠心的 5月22日 林彪又在抗大三期 全校干部会议上 做了一次报告 长达几个小时 林彪也经常请毛泽东 到抗大做报告 毛泽东在抗大 讲过26次 除1945年的一次讲话外 其余全是在 1938年至1939年 林彪担任 抗大校长期间讲的 毛泽东在讲演中说 全国只要有500个林彪 就能打败日本 他还以林彪为例 说明到抗大来 最主要的是 学习一种革命精神 林彪是黄埔毕业生 只是学习了四个月 比你们多两个月 学到了什么呢 四大教程一条也没记住 但是有一件东西是得到的 就是那时的革命精神 那一段 林彪边养伤边工作 虽然林彪的枪伤恢复的相当不错 但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后遗症 主要是神经方面 延安的医生 已山穷水尽了 党中央决定 送林彪到苏联接受 进一步治疗 5月14日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 提到动身之日 但直到1938年底 苏联的飞机来 林彪和妻子张梅 刘新民 才一同飞抵莫斯科 这一去就是三个年头 林彪一共去苏联治过两次伤 除了这一次 还有一次是在1950年 据李文普 建国后曾任林彪卫市长 回忆 林彪在平行关大捷不久后负伤 医生诊断为胶感神经受损 因而导致他对冷热的敏感 林彪第一次去苏联治伤 喜寒流量很高的温泉 使他的毛孔张开 不能迅速闭合 容易感冒 后又因使用阿托品 不当造成后遗症 致使神经方面的症状越来越多 林彪对苏联专家非常不满意 甚至骂他们 林彪这个人 除了叶群惹怒他 连打带骂外 对外人都是文质彬彬 从不说一句粗话 他能破口大骂苏联医生 肯定是忍无可忍了 反正中国话他们也不懂 一次聚会 有人说将来中国会和苏联一样好 林彪马上否认 将来中国会比苏联更好 毛泽东很惊奇 是这样吗 林彪说 中国肯定会超过苏联的 解放后不久 林彪对毛泽东说 中国只要二十年就能超过苏联 张云生 林彪办公室秘书 回忆说 林彪对苏联没有什么好感 我给他当了四年秘书 只听他提过一个苏联人 而且只有一句 说罗托夫当过苏联派驻中国的专家组长 这个人我认识 从林彪嘴里从来没有说过苏联好 他憎恶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 他在苏联接触过不少后来被斯大林迫害的元帅和将军 对苏联的制度是极端失望的 但斯大林对林彪的印象极好 称他是天才战将 有人曾当面问林彪 是不是斯大林要用两个师换您 林彪笑了 说不是 1939年8月下旬 刘亚楼说 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了 希特勒不会再打苏联 林彪说 这是希特勒没有准备好 一旦他准备好了 一定要打苏联的 1940年9月 苏军统帅部召集军事会议 邀请林彪参加 苏联元帅都认为 德国将先攻占最富饶的乌克兰 林彪没有说话 斯大林一定要听听他的意见 林彪认为 希特勒如果攻打苏联 不是要掠夺苏联的财富 而是要消灭苏联 所以他不会从乌克兰打 他将从西线进攻 从波罗的海到卡尔巴千山 全线向苏联进攻 占领莫斯科 与会者都摇头 苏联的主要兵力仍部署在乌克兰 事实不幸被林彪说中 1941年6月22日 德国对苏联不宣而战 进攻的线路完全如林彪所说 斯大林热烈地说 林彪同志 你参加我们的卫国战争吧 1941年底 林彪发电报回国请示 毛泽东很快回电 让他立即回国 党中央机关报用了相当多的篇幅 报道林彪的消息 1941年12月29日 林彪乘坐苏联军用飞机 回到新疆 一到新疆敌化 经乌鲁木齐 新疆长官盛世才就电告了蒋介石 蒋介石令兰州和西安等地 一律不许发难 所以林彪从敌化到延安一路顺风 1942年1月5日 林彪坐飞机飞抵兰州 受到国民党军政要人的宴请 1月31日 专门从前方赶来的胡宗南 与林彪常谈 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谈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 并谈了两党的分歧 胡宗南表示 愿意重新调整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 可以考虑为八路军补充武器 并让八路军干不到战区医院看病 以后 胡宗南专门派军医处长 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诊 还亲自压车为林彪送来大批军事书籍 2月 重病中的张浩托人带口信 给逗留西安的林彪 叫他赶快到延安见最后一面 林彪立即乘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卡车 返回延安 2月14日 林彪回到延安 毛泽东亲自迎接 诗者 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 回忆说 毛泽东听说林彪回来了 一大早就去接 朱德和周恩来回延安时 毛泽东没接过 而他今天 为什么去接比他们地位低得多的林彪呢 诗者看见毛泽东拉着林彪的手走进窑洞 满面笑容 边走边说 还亲自吩咐火房为林彪搞饭吃 让林彪住在杨家岭 离他近一些 那些天 党中央的机关报 解放日报 用了相当多的篇幅 报道林彪的消息 2月13日 三板 平行官大姐指挥者林彪师长 商誉反国 2月14日三板 林彪师长反言 沿途备受热烈招待 与地方当局物谈甚欢 2月16日三板 一一五师全体指战员 致电欢迎林彪师长 2月18日三板 干部欢迎晚会 林彪同志畅谈苏联 以获得战争主动权等 2月17日晚 沿岸机关干部1000多人 在中央礼堂举行晚会 欢迎商誉反国的林彪 和从前线回来的 一二灵师师长贺龙 许多人站在门外 等着看一眼 抗战名将的风采 毛泽东和朱德都来了 主持会议的谢绝哉 请林彪先讲话 林彪说 该受欢迎的不是我 而是从前方归来的贺师长 林彪说 我们党的领导机关 不但应该是战争的堡垒 还要成为要塞 苏联的党 能把俄国建设成一个强国 中国的建国条件强于苏联 我们应该建立世界更强大 更幸福的国家 我们的党在正确的指导下 一步一步去做 才可以正确执行统一战线的任务 我们要忠于我们的民族 忠于我们的党 忠于我们的领袖 毛泽东让林彪当谈判大使 毛泽东认为 林彪具备多方面的才干 而不仅仅是军事天才 他在谈判方面 还是很有作为的 不光是他有平行官大捷 这块金子招牌 他还很有统战工作的口才 2月20日 毛泽东在给刘少奇 彭德怀的电报中 专门赞扬林彪 说林彪返回延安时身体 好了许多 围上需休养 他在兰州和西安的统战工作 做得很好 与胡宗南珠人曾有深谈 据林彪说 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很可开展 要我告你注意 1941年宛南事变后 国共关系降到抗战以来最低点 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 1942年7月21日和8月14日 蒋介石两次约见周恩来 先提出派代表去延安谈判 后又说到西安约见毛泽东 周恩来分析 看不出蒋有何恶意 但为了毛主席的安全 还是不见好 由林彪为代表到西安建讲 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 但仅隔一天又改变了主意 他要亲自建讲 周恩来认为 时机不成熟 中央政治局决定 先派林彪探探路再说 毛泽东再次电告周恩来 讲到西安后 先派林彪去见 然后我去见 有意无害 周恩来第三次表示不同意 提议林彪不将话说死 看讲的态度 即要解决的问题 在定毛主席是否建讲 1942年9月14日 林彪赴西安 10月7日到达重庆 一直到年底 在三个月的时间内 林彪在周恩来陪伴下 与蒋介石会谈了两次 但因蒋不同意中共的主张 两次谈判都无果而终 1943年6月 张志忠正式通知周恩来 由于前方摩擦继续 情况不明 谈判虚割一割 周恩来提出 林彪回延安 如果谈时可再来 他自己也你回延安一趟 并希望蒋同林彪再见一次 6月7日 蒋介石第三次接见周恩来和林彪 表示允许周恩来回延安 这是自晚南市便两年半来 蒋第一次答应周恩来回延安 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电报 指示他们速回 盼他们7月1日赶回延安 共商起草 七七宣言 事宜 6月28日 林彪与周恩来等一行 坐车从重庆返回 绕道宝机到达西安 毛泽东发电报主他们 在西安与胡宗南 交涉该不可能进攻边区的事宜 延安举行有3万人参加的 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 并紧急动员 通过了反对内战的通电 本来胡宗南预定进攻延安的日期 是7月9日 因7月4日 胡宗南收到 朱德揭露国民党军 有进攻边区 意图的电报后 蒋介石同意罢兵 周恩来和林彪在7月9日这一天 到达西安 分别会见胡宗南 雄斌和邓宝山等 7月13日 周 林志殿毛泽东说 根据连日接洽及研究结果 讲令胡宗南准备进攻 尚未到行动阶段 中央考虑戒备有必要 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刺激太甚 重庆和西安暂缓印发 当天他们离开西安 7月16日 安全返回延安 受到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和任碧石等人的迎接 为欢迎他们 中共中央专门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晚会 直到抗战胜利 林彪再没出去 毛泽东特别关照他休息 只给他一个挂名的中央党校副校长 并不过问具体工作 在这一段 有关林彪的消息极少 1944年9月26日 林彪与毛泽东 贺龙 高岗 陈毅 聂 聂荣真 以及美军观察组包瑞德等 在延安东关大操场 观看八路军留守兵团模范学习代表 举行的投弹 射击 刺杀等 七项军事技术表演 11月 林彪在陕甘宁边区部队高级干部会议上 做今年怎样练兵的报告 1945年4月10日 林彪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5年4月1日